来喝一个吃吃饭 好好好 哎我在哪里吃 这也有学了好多新菜 比如很适合你的接健康餐 嗯鸡肉啊什么那个嗯 不用公坏 没关系了哎呀 完全我们都自己人了 不是不是因为他要演唱会那个 哎他演唱会哎你下一场什么 十六花广州 哎快了嗯 我弄完老鱼机我就出了 可以可以天气暖和一下 没雷谢谢 来客群哥来来来 欢迎欢迎来 欢迎客群哥 来欢迎客群哥 正式的欢迎一下客群哥对这是我们的首饰 嗯 respect 可以 respect and best wishes for you 而且你看想不想我广州演唱会本来不是因为 你今天来啊 是我之前就就是说要要一定要唱那个歌 你要唱哪一首啊 我唱的歌曲 我吃不过香 那歌对我意义很大 哎就他唱的第一首就是 主要我们主主要我们太太熟了就就 就不想搞得那么对对对 官方客人 你现在量了 呃 你对我们的渊源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很 很深了其实 那会是亮哥 呃淘汰的那场是对 亮哥和老姚我和老姚谁进就对 那那一场其实我也是运气很好 然后那小考得了第一 啊直接晋级 不是不是小哦你没进入过那段 啊对 什么规则呢大概是哈哈哈就是那一场 小考得第一的人知道吗 有机会跟大来宾有一首合唱啊 所以说我那场跟 客君哥合唱的那个 那个大小头 哎呦你看看 你看这个这个是作为奖励 嗯 你知道那会我兴奋了好久 那位客群哥 我的偶像跟我过过来和上我去看看 蛮幸福的 主要是你知道吗 客群是大家都熟 嗯对 我心里说我来给客群哥打电话 我说我们现在抽到一个唱语 这里面特没底 我问他们当时是怎么弄 嗯怎么去构思啊什么的 反正那些客群哥特别好 两两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差不多 了嗯 感谢客群哥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嗯 也是不一样的感受啊 以后可能就遇不到这种事呢 嗯因为我我有看你们所有的舞台 嗯出来的时候 是第一个我看到眼眶红的 嗯你们这样简简单单的唱歌 很打动人 然后后来看到无数了 后来还有看到你们很多很多的舞台 joker啊 我凌人很多 哇嗯 我是觉得 因为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其实皮哥这种舞台是要有故事的 去唱 你只有有故事你才可能在那舞台上有 那个沉淀爆发出的东西对 没错 唱演唱演如果用演的 其实演不了 对对 好玩其实嗯好玩 嗯他那个就是 动物世界的时候那个哇 哇你看他那一下那一滴泪然后那一下整个那个那个样子 而且乐军你唱歌都变了 对啊 跟小说肯定变了 嗓子完全变了 耶 我说的那种不是不只嗓音就是 有故事感 以前的时候你就是唱副歌的时候最高亢的时候会很动人 可是现在是在verse的时候 讲话的却能打动人 就你一开始第一句话能够 把边抓住 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最难吗 对 对我我是觉得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自然而然的 你的这些年的沉淀就是让你的嗓音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我都有 然后我是觉得这些经历也让你十几年之后你唱的东西听起来是不一样了 一种肯定是 那每一句歌词里面都都有一些一些成长嘛一些一些故事 对挺好的 对一路上你会发现你的音色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些改变 并不是说以前不好或者是现在更好对对对 就是他的现在的状态就适合你现在要表达的东西 哎 没错没错 不用否定任何一个阶段 你每一段时间里面都有自己的声音的表达 你像我听声歌 16年前唱原来原来的我和 这次批哥的舞台唱片呢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唱那一句出来我直接又崩出来了 给我一个空 中间没有人走过 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给我一段时间 没有人曾经爱过 再一次体会寂寞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那个时候唱原来的我 他的原来你没有经历过 他这一次在唱他原来的我 因为这十几年你一直在他身边 你就你就能想到我们从认识那天到现在 哎呦 哇 所以说你的感触跟他唱的感触 连上了 对连上了 连上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好的 好的音乐是有储存记忆的能力的 共鸣嘛对吧 有共鸣有自己同理有这种同感 对你那一刻你就看到当年他在舞台上那个那个声歌 是是是是 就之前觉得哎这个声音有故事 但不知道故事从何而来 对因为现在好多故事都是我们一起经历过来的 因为声歌一开口那一下 你想到的可能是在海边的那个拥抱 你想到的是可能有一次他给你说的一句冷笑话 你可能想到的是有一次你去他家说哎 哎什么时候可以咱们彻夜喝到天亮 你想到的是可能帮他经历了哎 戴梦的百天那天大家在一起 你会想到很多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 你会想到很多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 你会带着故事听的 对所以说那一刻会很有感触 我也是在家里面看到那个就给我馋哭了的就是那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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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说我看行走的鱼的时候 我边感动边担心 我声歌千万别走错位 我又要去 哈哈哈哈 我那个 对走那种格子 要要记那个吗 对对对对 要记要演 对因为我知道声歌连歌词都记不住的人 还要记位置 对对对对 确实是一个锻炼真的锻炼 高雄现在唱唱为你其实也不一样好了 不是他新装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嗯 有一说一 他最近的装造 越来越年轻了真的 客群哥今年的音乐节也特别多 嗯 所以我能看到他特别快乐 很好 我觉得很好 反正现在想玩就疯狂的玩 而且是这几年才感受到那种在舞台的快乐 嗯哼 其实我小时候没有了 嗯 小时候跟大家一样 很多时刻唱歌就是 就是像你说的 哎他吉他弹得好哦 哎哟他这个声色那么好 哦音色哦 上舞台就想要惨了 下面的人是不是评判 嗯 他会怎么这样去看你 对对对 那我这个转意一定要 过去 我高音一定要顶上去 对 但我这几年就没有了 就很享受了 突然感受到在舞台上面 如果他可能是最后一次 那就要爽 嗯 先演爽 因为台上的人爽 台下的人才能自由 嗯 当然是在感受舞台 对 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走了每一步都算数 对对对对 我之前上台之前感受到的不是兴奋是紧张 对对对 我现在的兴奋甚至有的时候过于兴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吗就是上上一次我们几个的舞台吗 现场直播哎就我们四个 嗯然后我那一句我当时想的是我这一句当时是声歌唱的 对我要感受一下声歌的那个怒音 嗯 因为我平时唱这句都是ok的 ok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唱到这有个自己的处理就好了 那那天说哎 这一句当时是声歌唱的多么经典 我说那我也怒一下啊 彩排的时候一直也都很好 嗯 直播的游戏冷呀冷呀一唱我当时太怒了 游戏冷呀 一怒就想怒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嗯 然后我就当时就看到我的眼睛声嗯 完了 哈哈哈对他眼睛左右晃了一下 嗯 但是马上就好了 他那嗓子不好 他那些生病了 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你是你是那个 那个怒的那一下放错位置了 啊 就声歌是放在盐字上 对你是放在冷的上来 对 你知道声歌游戏冷呀冷呀 游戏冷呀冷呀 啊 你是游戏冷 游戏冷呀 啊 啊 哈哈哈 那个冷那一下那个弹卡 他其实两个字都对了 但是就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式的撕裂 对 我发现鼓子是很容易就是激动 很容易激动 特别是彩排的时候还好 对 人一多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就更嗨了你知道吧 就是 哎 对其实就是就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些舞台 我从紧张刚到兴奋这一步 对 从兴奋再到从容 对 可能从容可能是我接下来的功课 对 是我接下来要去感受的东西 但兴奋可能是此时此刻 我觉得这个课也是珍贵的 对于我而言对于我的歌迷而言 对但是对于直播而言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天你刺刹了 真的挺好的 还是 你自己发了个微博挺好的那天 对